Hello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作為澳門四大傳統社團之一 一向為社會做了不少工作 今次抗疫更是非常賣力 又出力又出錢 個個義工做到大汗、搭細汗毫無怨言 真是要抵一下讚 不過前幾天他們做了個青年大調查 主要是訪問青年對暫停工商業活動有甚麼想說 有甚麼影響 訪問的青年都贊成政府的防疫 對自己沒甚麼影響 就不是太大影響 剛剛有的時候已經不會出街 影片出了幾天後 就是這位受訪的年青有為的士司機 就澄清說影片有誤導 他的名字叫黎卓豪 他在影片下留言說 對於澳門街坊總會青年大調查中 標題存在誤導、記不實的報道 他說有需要親身澄清一下 視頻一出各行各業 甚至的士業界從業員更嘩然 紛紛私信他 短時間內被起底至各大社交群組 他說當時記者問的問題是 禁足對你家人有沒有影響 他回答暫時來說 不會有甚麼影響 重點只是對我有影響 他說被修剪問題和對答內容 同時亦希望採訪媒體能夠提供訪問 原視頻以正視聽 他說我接受訪問的心態 是可以透過媒體去公平表達民意 亦呼籲各大受訪者現身說法及廣傳 這件事就是這樣 可能因為是心急 我估計採訪的小記者和剪片小剪接師的經驗不足 不知道街總會不會回應和有甚麼回應 好,這集先看到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Subscribe Online和Share出去 就是這樣,拜拜